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这个病房 看望这个随时会离开的亲人 在之后的时间里 也只允许一个家人 每隔两小时进去看望五分钟 在漫长的等待中 沮丧的女友只好回家了 父母也撑不住身心的疲惫 所以睡着了 一直等到护士通知他们 病人已过世时才惊醒过来 因为没能和亲人经常最后一面 说些告别的话 家属的悲痛骤然升温 但其实这还不算残忍 在最后的日子里 病人常常要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 一是过度治疗 有些病人 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 另一个极端则是 治疗不足 也就是说 病人受到痛苦和不适 一直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那么生命的最后几周 几天 几小时里面 到底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怎样做 才能让生命 以舒适 宁静 甚至有个美丽的终结 临终期 一般为10天到14天 在这一阶段 医生的工作 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转向减轻痛苦 临终的病人 常处于脱水状态 吞咽出现困难 周围循环的血液量略减 所以病人的皮肤摸起来凉凉的 你不要以为病人会冷 需要加盖被子来保温 相反 即使在他们手脚上 加上一点点重量的被子 绝大数临终病人 会觉得太重 无法忍受 呼吸衰竭 会使得临终病人呼吸困难 急于氧气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他们 已经失去了利用氧气的能力 此时给他们供氧 是无法减轻这种呼吸饥饿的 正确的做法是 打开窗户和电风扇 在病床周围 留出足够的空间 另外 使用马飞 或者有其他类似的 合成麻醉剂 来减轻病人呼吸困难 和焦虑的最好方法 当吞咽困难 使病人无法进食和喝水时 有些家属会想到 用胃管 喂食物和水 但冰王的人 常常不会感到饥饿 相反 喝水的缺乏营养的状态 会造成血液内的同体积累 进而产生一种止痛的效果 使病人有一种异常愉快感 这时 即使给病人灌输一点点葡萄糖 都会抵消这种异常的愉快感 而且此时给病人喂食 还会造成呕吐 食物进入管道 容易造成窒息 病人不配合而痛苦挣扎等后果 使病人无法安静地走 静脉输液虽然能解决陷入极限意识模糊 状态病人的脱水问题 但同时带给病人的是水肿 恶心和疼痛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甚至在去世前三个月之久 不少病人和别人的交流减少了 心灵深处的活动增多了 不要以为这是拒绝亲人的关爱 这是临近去世的人一种需要 离开外在世界 与心灵对话 一项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结果显示 去世前一个星期 有56%的病人是清醒的 44%是失睡的 但没有一个是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 但当进入去世前最后6小时 清醒者紧张8% 42%处于失睡状态 一般人昏迷 所以家属应抓紧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间 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及 随着去世临近 病人的口腔肌肉会变得松弛 呼吸时 急剧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 会发出咯咯的声音 医学上称为去世咆哮 这会让人听得很不舒服 但此时 如果用吸引气吸弹的话 常常会失败 并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 头疹得更高一点 或用药物减少呼吸分泌 病亡的人在呼吸时 还常常发出乌咽声或喉咽声 不过病人并不一定有痛苦 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 使他能继续与家属交谈 或安静地走向去世 听觉是最后失灵的感官 所以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 即使到最后也不该随便说出口 这几天我一再地说 一再地想 为什么到现在我才读到这篇文章 现在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我的父母已经先后去世 而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 我都没有和这篇文章相遇 所以在无知中 注成大错 所有的失误都基于一个前提 我们和临终者已经无法沟通 我们最爱的亲人 已经无法讲出他们的心愿和需求 我们只好一意孤行 而本来只需要一点点 基本的医学尝试 事情并不复杂 我想起我抓着父亲的手 他像水一样凉 我命令弟弟说 爸爸冷 快拿毯子 现在才知道 他其实并不冷 只是因为循环的血液量锐碱 皮肤才变得又冷又湿 而此刻 在他的感受中 他的身体正在变轻 渐渐地飘浮 飞升 这时候 哪怕是一片丝巾 都会让他感觉到 无法承受的重量 何况是一条毯子 我想起父亲 咽下最后一口气 医生才拔下了 接在他身体上的所有管子 同时 因为我们觉得 他几天几夜没喝水进食 所以总是试着做一些 哪怕是徒劳无功的尝试 母亲早上送来 现榨的西瓜汁 装在有刻度的婴儿奶瓶里 我们姐弟 每天都在讨论着 爸爸今年到底喝了多少水 现在才知道 他其实并不饿 那时候 他已从病痛中脱离出来 天很蓝 风很清 树很绿 花很鲜艳 水在流 就像艺术 宗教中描述的那样 这时候 哪怕是帮病人 注射一点点葡萄糖 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愉快感 会破坏他们美丽的归途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在最后极心意识模糊的状态下 却突然变得喋喋不休 而且是满口的台语 我担心他离我而去 我想喊住他 他却丝毫不理会 现在才知道 那个时刻 他与外界的交流少了 心灵深处的活动 却一场活跃 也许青春 也许童趣 好戏正在一幕不上眼 我怎么可以无端打断他 将他拖回这个悲惨的现实中呢 我应该做的 只是静静地守着他 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临终者昏迷在身 也会有片刻的清醒 这大概就是传说的回光返照吧 这时候 他必定想找他最牵肠挂肚的人 不让他失望地离开 我还记得父亲此生 表达的最后愿望 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气管 可是我们两个不孝子女 是怎样地违背了他的意愿啊 我和弟弟一边强按住了他的手 直到他的手彻底绵软 现在才知道 对于临终者 最大的人词和人道 是避免不适当的创伤性的治疗 不分青红皂白的不惜一切抢救 是多么愚蠢和残忍 父亲走了 医生下了这样的定论 护士过来做了最后的处理 一旁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说 儿子女儿都在 快哭 快喊几声嘛 可不知为什么 我竟然一点也哭喊不出来 弟弟也沉默着 现在才知道 听觉是人最后消失的感觉 爸爸没有听到我们的哭泣 不知道他是伤心还是难过 生和亡都是自然现象 这我明白 只是现在才知道 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安排的这样有人情味 这样合理 这样好 这样的自然而然 世人自作聪明的横加干涉 去世的过程才变得痛苦而又漫长 某天上午 我突然发现我对面的同事泪流满面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事态让我诧异 问他怎么了 他告诉我 看了上面的内容 想起了他母亲临终前的情形 他说 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样 觉得母亲冷 给他穿保暖的衣服 盖厚的被子 觉得母亲几天没进时 不停地给他输液 他母亲想回家 可他坚持让他住院 他自认为尽了孝心 可没有想到 带给他莫大的痛苦 人总是要眉的 带着轻松美丽 踏进另一个世界 一定会走得更好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